今天的约会任务是 拍摄情侣挑战写真 写真 拍写真 真的假的 那又是一对一了 那我们五个男生四个女生 又有一个人要落空了 对 有一个人怎么办 又得落空 又来了 反正汪剑聪不会落空了 我现在有点担忧 你看身压力还真的蛮大的 会很尴尬的 应该会相对亲密一点 当然跟自己喜欢的人 一起拍最好了 我 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谁 是自己选的吗 是让我们自己选择男嘉宾 我觉得不能那么仁慈吧 我觉得如果是他们随机的话 还比较仁慈 但是让我们自己选择的话 会落单 你不是很好选吗 你不是很好选吗 你也很好选啊 你有歧视 你的歧视坚定地走向你 你别这么说 我都往下选了别人 我就很尴尬 那不能 下去选衣服了 我先过去 我自己选择 我自己选择 我们有点难 我自己选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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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 等于你选了哪一套衣服 你就要跟另外一个选那套衣服 就要一起拍 上映的 然后就要猜对方 你喜欢的那个人会选哪一套 对 你觉得这件会跟哪 对面哪件搭呀 是那件 白色吧 肯定是白配白的 然后那件黑色的跟那件礼服搭 对 肯定是白配白的 但是我不知道哪个男生 会选那个白的 像小汪会选 小汪 不是 你不要这样 没有 你说谁会选那个 吃进的衣服 是小崔 因为那个很长的那套衣服 像小汪的风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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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种服装 是小汪的风格 这个好酷啊 这个有点真的有点拉力的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风格了 这太酷了 我们去看一下女生的衣服吧 这个一看就是女生的 我告诉你们吧 这个 这三三的 这三三风格好吗 她那天下来就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逃不住我的微笑 我穿黑色吧 古风 金 子怡 小金 小金 子怡 古风 上学姐 金 对 上学姐 她子怡是有古风格 不建议 皇上 这个 这个跟那个 感觉很像 会不会是明白 这个看得也有点眼熟 这个 白白的感觉 这感觉白白了 我觉得十八跟 你是比较适合汉服的 像我们三个男生就不太适合 这应该不错 看来这套西装只有我能驾驭了 这套西装只有我能驾驭了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 这跟我平常挺搭的 这跟我平常挺搭的 其实我从来没有穿过白色西装 都想穿 那我试一下这个白色的 主要是想跟那个人拍照 对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 我穿黑色吧 你穿黑色 试一下看一下吧 爱情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